我们现在这个教育环境指定是有点问题 而且有可能问题还不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两天联系刷了好几个视频 就让我挺感慨的 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刷到一个 就是那个叫耗子有毒 他出了一些视频 说他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妈妈 很鸡娃的一个妈妈 发了一句感慨 说我宁愿让你没有快乐的童年 我也不想让你有一个卑微的成年 然后复图复了他的孩子 好像是在写作业的一个图片 接着呢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又刷到小丽有事 说他出了一期视频 说有一个16岁的一个青少年 应该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 然后呢心里压力很大吧 把自己翻锁在屋里 然后呢挑入自杀了 当时看完那个视频以后呢 其实我挺感慨的 今天下午呢 我就去我们当地的一个收拾店 然后去买收拾 就正好呢也遇到了一个妈妈 那个妈妈呢 他就在这流天说起来 说你看逛天马上就要口试了 你说口什么试呀 有什么意义呀 孩子好不容易能在上学的这个期间 在学校里的时候 好不容易在学校里好好学学 然后这个功课能赶上了 结果在家里上网课上了一个多月以后 这个孩子的成绩指定下来了 还不知道能口试啥样的 你看嘛 很多的家长和我的这个心情其实一样的 我孩子过两天也要口试 但是我都已经完全想开了 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家长想不开 非常重视孩子这种趋势成绩 他就是说对孩子接下来考一个什么 那个城市成绩是非常焦虑的 哎我就在想啊 我们中国现在这样一个体制就育的一个环境 已经是很惨无人道了 就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位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这一代 就是零零后这一代孩子 他们已经挺悲催了 他们从小就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就是他们是没有童年的 我们回想我们80后或者90后这一代啊 就是特别是95之前的那一代 我们是有童年的 就是可能我们没有这么丰富的物质生活 但是我们是有童年的 但是这帮孩子呢 他们是没有童年的 我前天跟我闺蜜聊天还说起这个话题 我说你们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丰富 但是呢 你们真的是没有童年的这一代 我表示对我的孩子是包容还有理解 甚至同情的 没有办法 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教育背景下 他们是非常悲催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家长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能够看透体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 我引导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去试着生存 而不是作为一个盲目的去随从 也计划的一个家长 然后呢给孩子施加双骨的一个压力 孩子在学校里受到学校的一个压力 然后回到家以后你一点这种包容和理解和体谅 给不到他 同时还要给他施加家庭的一份压力 很多孩子心里都已经扭曲了 他不健康了 对于你来说你是希望要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还是说希望有一个就是心里扭曲 但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呢 你们有没有看到前两天 就有一个这个中学生好像是高收了 40多年以后 前半段他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 但是一发生了以后全身抽搐 甚至说前两天我们在有一个家长群里边 就有一个就是妈妈 好像是初中生嘛 一个女生就是因为这么养了以后 去世的这样一个消息 作为我们普通一个家长来说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 我们是爸爸或者妈妈 我们是父亲或者母亲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首先得去关爱我们的孩子 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我们对整个家庭的一个希望 然后呢让这个孩子去承担起来 我们应该去明白啊 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年代 孩子要想去月层改变命运 实际上是很难的 除非作为一个家长 你有能力给他创造一个好的一个 起跑环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 中国也出了一部人生七年的 这样一部雷同的一部这个叫纪录片 它当中有三个典型的一个人物 一个呢是一个小姑娘 家庭条件非常的穷 就是我建议你们去看看啊 总之说呢 还有一个小男生 也是农村里出来的一个就是孩子 他就是相当于那种 就是小镇做第一家吧 然后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呢 然后也结婚生子 在城市里面落户了 但是呢 他背着一个沉重的一个房贷 一直像我们大部分成年人 在活着的一个生活状态一样 然后那个就是农村的那个姑娘呢 因为家庭没有钱让他上学 他十六七岁就辍学了 他小的时候也有一个远代的一个梦想 就是家庭成长环境 对于一个孩子影响有多严重 然后还有一个孩子 就是说呢 他初中的时候也比较叛逆 因为他母亲呢 相对来说思想比较开放一些 就当时的时候 帮他的女儿就是办退学了 就是那个 当时那个孩子在 就是退学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妈妈就给他办到德国去 这个学美术去了 后来他又在德国考了这个 就是说好像是学的这个美术专业 就在一个学校里边拿到了一个学历 回来以后呢 无所事事 带了闲逛的很长时间 他就觉得 德国是一个没有办法让他精进的一个国度 因为他觉得 那个地方物质 这个生活 还有在这个精神世界 已经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 他没有很多发展的空间了 然后他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就在北京呢 就是成立了一个这种美术工作室 一个设计工作室 就是这三个不同的孩子的命运 就让我们很写实的反映了一个事实 一个孩子要想有一个 就是不同的一个 就是美好的一个前景 其实原生的家庭给到孩子的一个帮助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家长 一个成年人来说 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 就是你不要一二再再二三的 把所有的这个压力 施加给你的孩子 让你们整个家族和命运 改变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把这样的一个成政的一个负担 然后这个就是 附加给你的孩子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如果想要去改变命运 你先从自我开始去找个原因 去希望改变自己的一个前提 和方式方法的话 那你自己去改变 你自己去努力赚钱 你只有你自己改变了 然后你的孩子才能随时改变 而不是说 一二再再三三的去激发你的孩子 让你的孩子通过不断努力学习 然后去改变命运 怎样怎样 那根本就不切实际的 十有八九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你的孩子 还是会沦落成口通人 然后改变不了这样命运的一个架速 这是一个比较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说比较写实的 也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一个真相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知 而不能一二再再三的 盲从学校让你去 给孩子施加什么样的压力 你就给孩子施加什么样的压力 学校也是一样的 学校要基于他们这个教育部门 对他们的一个口合 所以说他们是给孩子施加压力 同时呢 他们又要完成 学校的各种的这种 就是说 管理上的一个口合 对家长再施加压力 然后家长再给孩子施加压力 所以孩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作为我们一个家长 我们首先要清楚 我们想要 我们的孩子会成立什么样的人 我们想要 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还是一个心理已经扭曲 但是学习很好的一个考试机器呢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所有的家长 都应该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 目前来说教育环境和体制改变不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家长的思维 首先应该做一些改变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